这个小数 我们退保吧 小强 会写字吗 小强得写一份退保申请书 我已经替他写好了 他照着抄一份就行了 来 给阿姨照着这个抄一份 阿姨看你这字写得好不好 慢慢写啊 小强 怎么了你小强 小强 妈妈不会离开你的 妈妈一直跟你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想去保险公司再试一下 我还是想留住小强这份保险 可这 这能成吗 管他呢 能不能成总得试试 为了小强 也为了阿华 我还没找你呢 你倒找什么来的 你说你做这东西什么单啊 怪我 没跟特保人 反复强调告知义务 你打哪儿来这些客户啊 你不是骗宝就是恶意隐瞒的 你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你怎么说我都行 可阿华真的不是故意的 她可能是大意了 这话你自然听都不信 她这人我见多了 她人都已经不在了 您别这么说她好不好 我也很同情她 但我爱我能助 才说你也不是这样人了 该去哪儿去哪儿吧 您能不能通融通融 再反复研究一下 她是得欧肝炎 可她已经好了 这保费是可以豁免的 她死在咱们里上 你豁免保费 除非保险公司是你们家开的 行了 没你说话题 你豁免 你豁免 你好 这么巧啊 你们为什么把阿华的体检表 给了保险公司啊 那不是要害死阿华的吗 什么 你等我一下 你刚刚说什么体检表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知道阿华为小强买的这个保险 意味着什么吗 一千块钱对于你们这种人来说 只是一顿饭钱 可是对阿华的那一家 就是一家子的活命钱 请你把事情讲清楚一点 好吗 对不起啊 我太冲动了 这事其实不关你的事的 我看这里边有误会 能不能找个地方坐下来 好好谈谈 你看我能做点什么 这件事也确实是太难了 保险公司态度又很明确 看来 我对保险业务员惩戒太深了 你能这样为客户着想 太难得了 我已经不在保险公司干了 可是阿华这一单是我做的 我想我就应该负责到底 再说他们那一家人 也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么说 你完全是无偿帮忙 可惜啊 我人为言轻 没有人要听我的 黄胆肝炎 肝癌 你咨询过医生吗 这两者是不是真有因果关系 这才是重点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啊 对不起 麻烦你买下单啊 再见 是谁告诉你 是谁告诉你 黄胆肝炎和肝癌 一定有因果关系啊 都是肝上的毛病 还以为这肝癌啊 是从黄胆肝炎这儿发展来的呢 那位女士 十六年前患了肝炎 而且已经治愈 而患肝癌 并导致其身故 是在两三个月时间内 这两者 完全可能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 谢谢你啊 你胃病有多长时间了 好几年了 是好是坏的 我建议你住院 做一个全面检查 医生 不会是胃癌吧 我没说是胃癌 排除一下不是更好吗 可是 住院我没时间呢 不住院也行 我把检查单都给你开上 你抓紧这两天检查一下 你们是不是 我自己看了 我把检查一下 你还不会有检查 你了 我把检查一下 我把检查一下 我来想起 王主任 有张CT片想请您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门诊病例 是个大学老师 多年的老胃病 我认为疑似胃癌 那你好好再给他检查一下 好 好 一鸣 你呢 你上这儿干吗来了 我胃病犯了 到这儿开点药 你呢 我的一个客户得癌症死了 我来咨询点医学上的事 你那胃没事吧 怎么这么多癌啊 人家说了 都是环境污染的问题 这都下班了 你去哪儿啊 我 我还是回家看看爸妈吧 对 正好 甜甜也在那儿吃饭 我也好长时间没回去了 走吧 没事吧 没事吧 疼吗 不疼难受 好 舒服啊 最近这不饿更疼呢 这俩肩膀都抬不起来 哦 哦 美儿个您在看电视的时候啊 头个这毛巾 搁在肩膀上扶一扶 哦 哎 小米啊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拉到单了吗 挺顺的 嗯 拉着好几单了 哦 你是没性大财的 哦 没什么 熬了几天夜 哎 你今儿个 怎么想起 跟小米一块过来了 哦 我们是在路上碰见的 就一块过来了 爸 你可甭往歪了响啊 您和我妈身体怎么样 哦 挺好的 没在没病的 那就好 呀 您和我妈身体编时 我好 好像赶紧路人 都可以俩熟这个 军心路人 咱们都有一个误区 觉得肝炎跟肝癌有关系 其实根本不一定 你 你能不能 再跟经理商量商量 没有 医生说可能没有一个关系 但也可能有啊 你别懒这些麻烦事了 我跟你说 你倒是好心 可到头了 两位老人家还不是得失望 别管了 天下不平的事 可怜的人多了去了 你管他过来吗 要管也轮不上你啊 可是我把话都放出去了 我收不回来了 再说上老人家 拉着我的手千恩万谢的 还以为我有多大本事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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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求你了 我知道你也为难 你怕公司说你车里爬外 我自己想办法吧 反正我也不在那公司干了 怎么不成 他们又开出我一次吧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好 就这样 医院的死亡证明书上 是怎么写的 肝癌 我咨询过医生 他说不一定有因果关系的 这种官司很难打的 我建议你们啊 还是协商解决 你看 他们家又在外地 老的老 小的小 劳身费力的 还不知道打到最后 是什么结果 说直接点吧 很可能闹到最后 是鸡飞蛋打一场空 我知道 他们也没有钱打官司 您见多识广啊 我带他们来 就是为了让您给指点一下 看看 从法律的角度上 有没有什么说法 可以免了后边的保费 毕竟保险公司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 而我们又都不懂法 看来他们家也真是困难 要不这样 小明 你把材料留下来 我再仔细看看 如果觉得这官司有得打 我可以给保险公司发个律师函 告诉他们这边准备打官司 其实只是试探一下 也许 他们怕全境官司麻烦 也就豁免保费了 那 那律师费 发律师函的费用就免了 不过 要是真要打官司 这费用还是不能免的 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 也是合伙制的 我知道 已经给您添太多麻烦了 谢谢啊 说什么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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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分台湾 谢谢 小强 别着急啊 慢点吃啊 小强 来 喝口水 黄大姐 您为我们忙前忙后的还管饭 我们这心里 怎么能过得去呢 你说这 您就别这么客气了 要是能把小强的保险跑下来啊 那还算是帮点忙 服务员 麻烦您要吃个馅饼拿包带走 好 老头子 你一会儿把馅饼带回去 我把人家不用做饭了 热热吃吃 看着这 你看这 您别客气 小强也吃面是吧 对 来 阿姨这碗也吃吧 嗯 谁啊 是我啊 是你啊 田径市晚子休息啰 哦 我 我想上去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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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们现在该给我离婚纪念日吧 这些天我静下心来想了好多事 是关于咱们俩的 小米 以前我对你做了些不该做的事 说了好些伤感情的话 你这是怎么了 这不都过去了吗 咱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其实我是想让你知道 作为丈夫 我本该做得更好一些 其实我也做了好多不该做的事 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 现在想起来 那个人都不像 不 事情的起因在我 你只是做出了反应 当然 也许有些反应过激了 但主要问题是我 今天这怎么了 今天这怎么了 检讨会啊 见面不再吵架了 真有点不习惯 你和夏克简的事 爸妈都跟我说了 打开我 到底怎么回事 是我 是我把这事想太好了 他对你怎么样 他没对我怎么 他就是我本来想 两个穷人要是在一起 就可以不互相算计 可以被这方着想 现在我才知道 听见夫妻白世安 说的是真有道理 我不乖的 他也挺可怜的 就是我自己才见的 爸 妈 你回来了 饿了 爸 我去给你做饭去 天天 爸 你不用解释 这没什么的 你会搬回来住吗 会吗 坐 不是你想想的一个样子 我和妈妈 只是 只是和解了 和解并不意味着复婚 我们之间的裂痕太深了 就像一面破裂的镜子 很难再沾在一起 都是爸爸做得不好 所以 我也没有机会和权力 再找回完整的家 天天 爸爸要你记住一件事 不管爸爸到哪儿 也不论你将来走到哪儿 爸爸的心 永远和你在一起 有空 你就常过来坐坐吧 我恐怕没那么多的时间了 怎么了 最近很忙啊 我可能要去香港出一趟差 去多长时间了 这个还不确定 会比较长吧 一鸣 你放心吧 我再也不会提复婚的事了 有句流行话说 不为儿女复婚 不为性复婚 不为生活压力复婚 你误会了 这不是我所担心的事 即使你真的打算再接受我 我也不能太自私了 小米 你和田田会过得很好 我不想拖累你们 更不想给你们再带去任何的伤痛 你说了什么话 你最近可有点瘦啊 好 瘦点好 瘦点精神 我走了 别送了啊 嗯 老爸 老爸 尼玛 老爸 尼玛 老爸 尼玛还活着 头里 尼玛 老爸尼玛 尼玛 我来了尼玛 老爸 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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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孩子 你不会有事的 快掉头 不要走方向啊 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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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老爸 我爱你 儿子 老爸 现在你该走了 对不起 去经历风雨吧 再见 再见了 朋友们 再见 艾莫 妮莫 再见 妮莫 再见 妮莫 再见 老爸 再见 大叔大妈来了 头正在接待一个大客户 我劝你这会儿别去碰那冰子 赵律师打电话 他说律师函已经发出来了 我就想带他们过来看风口的 经理说什么没有 这事对你们来说是大事 对她根本就不算什么 要不你们在会儿再上学 来都来了 还是上去吧 走 大妈 走 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合作 您看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一条 请改进 再看一下这条 去 再当去会议室 你再看一下这条 谢谢啊 谢谢啊 给您 来 老师 经理 这是那单少儿幸福险的 头宝人阿花的公公婆婆 还有她儿子 也就是被保险人 你太他们想干嘛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想让你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他们家里真的是太困难了 没别的意思 律师函我们收到了 别以为我们怕打官司 我们是按合同办事 你们真要打我们奉陪 他们没想打官司 实在是没辙了他们 经理 俺不想打官司 俺农村也没钱打官司 您叫高台贵手 免了俺的保险费 大叔啊 我也很同情你们 但保险公司不是慈善机构 得按规矩办事 这钱不是我想免就免得了的 也请您理解一下我好 经理 华盛的老总到了 好 就这样吧 该说的我都说了 不好意思 经理 经理 你等一下经理 你还想干嘛 我告诉你啊 马上带他们走 不要让他们在公司上游 客户看见影响不好 可他们也是客户啊 你一句话我都不想听他们说 你不能这样人一走茶就凉吧 安小米 你陈青来找茶是不是 我没时间跟你啰嗦 你再不走 好 我让保安请你走 这事我管定了 阿化这单是我做的 是 我现在是不在公司干了 可我不能眼看这单 变成一个没人管的孤儿单 还孤儿单呢 你当自然是谁啊 你就管吧 我看你能管出什么结果来 哎 经理 这好人被公司吵了心里不平 成心报复来了 小人 你说谁小人啊 谁小人啊 你再说一遍 走走走走 我肚子怎么说你来这儿 白忙哭 你想想 要是所有的单 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照牌 好险公司不早破产了 你当不了救世主 要救还是先救救你自己吧 瞧 那你都是学思 晚上天经常加夜班 白天经得住你这样熬吗 我也不想遇到这事啊 可我已经遇到了 我要是不管心里过不去啊 安大姐 实在对不住您了 您看为了咱们家的事 跟经理闹得 知道您的难处了 我看 这事儿 你就甭管了 也怪咱们太不懂规矩了 差着人家的钱 您说哪有 人死了 就不给人交钱的道理啊 大妈 这话不是这么说的 难得大叔大妈明示礼 要不咱们先把退保手续办了吧 我来帮您办 我来帮您办 阿妈听你的 大叔大妈 身份证带了吗 带了吗 大哥家里了 不行不行 你们公司不是要放假吗 放假以后再说 大叔大妈 咱们先走吧 来 来 来 小强 走 安大姐 你看这大过节的 你不在自己家里 要陪着阿文老老小小的 我们家田田啊 在她爷爷奶奶家呢 本来他们二老 想请你们一块过去 我怕你们也不认识 会不好意思 怎么好再麻烦二老呢 再说了 阿民也不能偏下阿华一个人呢 怪冷清的 大叔大妈在吗 老人家过节好啊 哎呦 林老板 这个怎么敢当 您别客气 快快 您请坐 您请坐 好 好 你也在啊 嗯 林总来亲自看望大家 您要不嫌弃 哥们一块吃顿饺子吧 呦 是回香馅的 我爱吃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林老板真的不嫌弃 你看看 这这这屋里头怎么做人呢 看你说的 老人家您别客气 我老家也是农村的 那 那 那感情好 那感情好 没想到过节这么热闹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您好张大夫 我是您的病人 我姓周 哎 对对对对 我想尽快住院 下周一有床位吗 那好 那就定在下周一 再见 哎 再见 那就这样 再见啊 林先生 哎 安小姐 呃 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不安全 我去申请做你一回司机吧 哎 上车吧 这把书都写好了 小翔照着抄了一份 他上一年级了 能写几个字了 退保如有纠纷 本人自行负责 都是这个格式 挺让人寒心的吧 你刚刚说律师寒都发了 那只是做样子 吓吓他们的 现在看来也不管用 发现公司那边不高兴 我还惹一身是非 我看这样吧 用我们公司出面 帮他们打这场官司 怎么样 真的 毕竟阿花曾经是我的员工 我们有这个责任 太谢谢你了 不 是我该感谢你 你完全可以 不管这个事情 可是你管了 而且管得这么 全心全意 义不容辞 相比之下 我们做的太少了 有些事情 我应该对你说 当初我曾经劝阿花 对你多个心眼 她说你是好人 你不会骗她 现在我才知道 这句话的分量 她没有看错人 我要为我以前的粗暴言行 向你道歉 这样吧 你把赵律师的电话给我 我尽快约她见一面 沟通一下情况 这个官司要速展速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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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董事件看看吧 好啊 喂 晓晓 你这么漂亮了 你脸色不太好 最近一段时间工作累了一点 你出差啊 你想问 她是谁吧 她是我的未婚夫 我要走了 去加州结婚 她在那边读博士后 祝贺你 你和安姐的官司 结果自己都告诉我了 甜甜的事我也听说了 你一定吓坏了吧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已经恢复了 那 安姐和她那个男朋友 结婚了吗 她们分手了 你走了以后 发生了很多事 这些天 我一直在想你 我对你太不公平了 你不断地原谅我 不断地给我机会 可我还是让你一个人走了 你现在有了感情的归宿 我真的很没你高兴 真心的 一鸣 我不是带着对你的怨恨离开的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在网上 我们和一般网友不同 一开始我们就完全透明 发现彼此还挺聊得来的 她专门利用假期的时间 回过来和我见面 彼此感觉还不错 她是学功课的 连很实在 有些时候还太单纯 对我挺好的 她家在这儿 这次过来 我是专门拜见她父母 和她家人的 好啊 她们 我是说她父母很喜欢你吧 是个大家庭 她父母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都健在 加上她姐姐 姐夫 还有外甥女儿 外甥 我们刚下飞机的时候 她们全体都在机场迎接我们 太夸张了 我都懵了 当天嫁宴的时候 她大姐夫还代表全家致辞呢 说欢迎她们家的小儿媳 每个人都在对我笑 这些最简单的快乐 我都不能给你 都过去了 就别再想了 我已经准备好所有的手续 下周就跟她去美国 陪她读书了 那到了那边 你打算干什么 工作有着落了吗 过去以后再说吧 我英文不错 找个工作 应该不成问题的 你很能干 到哪儿 你都会有发展的 我没你想到那么有事业心 有一个能呵护自己的人 有一个家 对我是第一位的 这一点 我跟你前妻没什么两样 对了 她也很喜欢小孩子的 还说想要三个呢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全职太太 我为你高兴 我为你高兴 真的 你会兴奋 谢谢 对了 我拿有你的东西 还有一些照片 是咱们俩出去玩的时候找的 我回头整理一下 过几天给你 就放在你那儿吧 反正我还会过来探亲的 我只留两张做纪念 剩下你都拿走 说不定 以后再也见不着面了 谁说得清 你可以去美国陪读 难道我就不可以去欧洲 做访问学者吗 到那时候阴差阳错 说不定咱俩还真的见不着面了 我明天要陪她去老家看看 离这儿有一百多公里呢 我可能也会在那儿住上两三天 去给她祖爷上上坟 看看她的亲戚朋友 回来我再约你 那咱们一起去 上次去的西餐厅 把他们那顿没吃完的 最好的晚餐吃完 好啊 好啊 你看这个啊 林总在吗 嗯 在 你白了 谢谢啊 这些房子会儿 林总 我查到了 网上有类似的官司 我这么闯进来 是不是太没礼貌了 不要紧 到我办公室说吧 这两天想这官司的事啊 我睡不着觉 正好我女儿也熬夜赶功课 我就让她帮我上网查一查 看看网上有没有类似的官司 这是赵女士的工作吧 让她去做好了 结果还真没白费劲 网上那个官司啊 跟阿花这个特别像 而且胜诉了 是吗 好多报纸都登了 也是少儿性肤险 是一个父亲为儿子买的 后来父亲得急病死了 保险公司也是以 未如实告知义务解除的合同 这是什么 是一个专家分析这个案子写的文章 昨天晚上我发问夫妇看了好几次 我觉得对咱们打官司 特别有参考价值 他说啊 这个案子看起来简单 可其实呢 有很复杂的法理在里面 这个险种是专门为少儿设计的 生存和死亡的两权险 可它其中呢 还包含着第三个保险内容 那就是在投保人死亡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可以豁免保费 问题的焦点 就在这个第三个保险内容上 投保人死亡 保险公司豁免保费 算不算是一种保障 如果算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处理 你也不识不认字 你自己看吧 不 我想听你说 那我说个大概意思吧 后面的意思有两条 一是豁免保费本身 只是一个宣传而已 保险公司在推出一个 新的产品的时候 它是要做精算的 它要把这个风险 全都算到保费中去 投保人死亡 保险公司是从相同的客户 所缴纳的保费中 拿出相对应的部分 为投保人代交保费 那也就是说 投保人死亡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所支付的保金 只是一项义务 根本不是什么优惠 至于说到 投保人的告知义务 应该对投保当时 投保人所患的疾病 和后来死亡的原因 进行具体分析 寻找其中 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个您也想到了 没有错 阿花她呢 以前得过肝炎病 但是真正导致她死亡的 是她后来才患上的肝癌 虽然阿花之前 在保单上 没有填写她曾经换过肝炎 但肝炎并不属于 导致其生故的原因嘛 对啊 我反复地研究了保险合同 是 阿花虽然存在 为如实告知的行为 可她并不属于 保险合同第十条 除外责任条款中约定的 投保人对其投保条件 进行恶意隐瞒 致其死亡的情况 而肝炎 也并不属于 保险合同第十条 除外责任条款中约定的 投保人在投保当时 已经